大家好,我是TOT,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条视频是一个开箱视频 是跟PLUM的合作 相信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已经知道PLUM这个平台 它是国内最大的中高端闲置交易平台 那这次虽然是跟PLUM的合作 但是商品都是我自己挑选的 那我今天要开两个箱子 有点遗憾就是这次我开箱里面 并没有一些像LV啊或者是Gucci这些很好看的包包 因为我看到好看的都已经售出 那目前已经有的呢 那些款式我都不喜欢 就是一直没有碰到一个核心意的 所以在挑选商品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很有意思 就是好像在找寻一件和你有缘的宝贝 那就一起来看一下我都买了些什么东西吧 好重 先来拆这个小的吧 包包来说呢 只要不是有特别大的污渍啊 什么气味啊或者是磨损很严重 我个人用是完全OK的 所以我觉得能用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去买到一个八成心 甚至是全新的包包 why not 包裹已经到了三天了 我都一直没有拆开 我就想说录视频 然后跟大家记录一下我拆箱的这个过程 哎哟 它这个里面都是有这种泡沫纸包着的 那像PLUM这个平台 大家不用担心卫生问题 因为它都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清洗 然后会拍非常细节的产品图 而且每样商品下面呢都会有一个鉴定 就是有鉴定这个包包它的成色 这个箱子里面应该是我3.1的一个包包 然后还有几个饰品 现在拆饰品 我这次有买一个APM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品牌 是我看一个博主种草的一个饰品品牌 它叫这个APM 看来这个应该是饰品的原装盒子 它上面写的是APM银色流星水钻手链 就打开来看一下 好精致哦 里面还是有自己的防尘袋 那我看这个饰品的描述呢 是几乎没有使用痕迹 好亮哦 哇 哇 好漂亮哦 我刚仔细检查了一下 完全没有磨损 我怀疑这是一条新的手链 也太新了吧 这完全没有用过吧 应该 我戴上给大家看哦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手链 背后是有自己那个APM的logo 然后这个是它的正面 它后面这个抽屎 跟我之前有分享过那个手链一样 是这样子抽拉式的 好亮哦 这个钻 这个手臂真的好漂亮哦 而且它这个星星是一个大一个小的 就是有点像流星的那种图案 我会把原价和我的购入价放在一起 反正就几乎是半价的一个价格 可以买到这样子的橙色的手链 真的 我们来看第二个 我就带着给大家录好了 来来看下一个 是一个Tiffany的 这个是一个项链 里面也是有它的防尘袋 所以我觉得这条项链 会不会也是很新的呢 哇 这个链子好细 哇 我觉得我这次买的手势都好成功 有一点像水滴状的一个金豆豆 哎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 尤其是 坠儿比较小的这个吊坠儿 带上给大家看一下 这也太好看了吧 这个小豆豆 而且它这个项链链子非常细 我喜欢 这个手链和项链好搭哦 666 再来看下一个 这个是PLUM自己的一个盒子 Dior的一个项链 它是这样子方形的坠儿 然后上面有九颗小钻 背后呢 也是有Dior自己的这个logo 我觉得也是很好看 它是正反两面都可以戴的 方领的复古款的衣服 上衣会比较搭 我比较喜欢Tiffany的这一只 这两个搭起来有点奇怪 如果单戴的话会更好看 还是先戴这个系的吧 现在来拆这个包包啦 3.1Philippine那个牌子的 这个就是3.1他们家非常经典的一款斜胯的一个这样子手提和单肩的背包 然后选这个是一个象牙灰色 那这个包包呢 其实在我的购物车里面躺了很久 它原价我记得我刚才存了一条应该是4500左右 这次有在PLUM上面看到刚好有一款象牙白 我觉得它比较好搭衣服 然后我现在来检查一下它包包磨损的情况 就是在一些靠着衣服 然后手柄就是拿的使用频率比较多的一些地方 会看到有一些这种磨损的痕迹 整体来说还好 就是我感觉大概有七成新的样子 是我可以接受的 这个开关这里应该是使用最频繁的地方 但其实也没有很多的刮伤的痕迹 就是很正常的 它以前的主人应该也是一个很喜欢它 刚这边扣眼就全部都是新的 所以这款包包的橙色应该就是八成新的样子 而它大小也正好就是我想要的这种大小 里面还有一个小的拉链层 可以放一些贵重的U盘啊 这些小物件 然后中间这个层也是OK的 我感觉可以放很多 就是平常带的一些小东西 手提也是完全OK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拆这个大的箱子 这个箱子真的很重 我看我同事就是有被剪刀挂上了 我以后再也不用剪刀去拆块地了 怪不得这么沉 这个箱子被塞的满满当当 先抽出来了一个小的盒子 这个是Gental Monster的一个眼镜 它的盒子在的 所以这个是它的原包装盒 在看那个蓝色大海的传说那部剧的时候 我的女生就戴的是GM的眼镜 这盒打开它上面还是有这个 Prum的一个小吊牌在 它的前主人连这个眼镜布都没拆开 这个其实有点酷炫 带上给大家看一下 不要被我炫到 我现在看整个屏幕都有点发粉色 有没有很酷 连一个指纹也没有 所以它确实是有清洁的比较到位 你看它这个角度就是偏黄光 然后转这边来 好像又是偏粉光 这个墨镜戴上其实 还挺紧的 很棒 这个眼镜我感觉就像是买了个全新的 我摘掉以后好亮 很舒服 这墨镜不错 好 把这个先戴在头上 继续来拆 假装我戴了一个发帐 这次其实我挑包包有看一些颜色比较鲜艳 我妈就说你的包不是黑的 就是棕的 要么就是绿的 能不能有一些女生的那种 很调皮的橘色啊什么的 然后橘色就买了一个橘一个红 其实我后来有了解到啊 就是plum这个本身的单词意思是梅子的意思嘛 但它其实是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是pretty life you and me 就是美好生活你我共享 不记得这个广告也很贴心吗 这个小的吧 其实我比较期待的是这个小小的包 这个包包会不会太女生了点 我会不会背不出去 我拿出来瞬间我觉得我的屏幕都亮了 配我吗 完全没有什么磨损痕迹 就几乎可以说是新的 而且它表面是这样 有做这种荔枝纹的 在这上面经常转的地方 这里也完全没有发黑 这些主人对自己的包包应该都跟我一样 超爱惜 然后这次我没有看就是比较奢侈品大台 是因为我没有逛到我喜欢的 它里面的这个大小就是这样 我觉得是可以放墨镜 纸巾 手机 一个小钱包 一串钥匙 而且这个包包的单肩的这个袋子是 没有办法调节长度的 那我背上呢 我身高168嘛 然后刚好就是在我的手的手腕的旁边 这个包包就可能需要搭配一些黑色连衣裙啊 什么的背这种比较亮色的包包 我觉得应该还是OK的 然后这只包呢 其实也是一个我比较期待的case bay的水桶包 看一下这个水桶包怎么样 Nice 这皮质超软 然后上面有这个case bay的logo 是烫印的这种 没有磨损 它这个包包连脚都没有都没有被磨掉 它里面夹层是有case bay的一个小logo 然后正面有这样子的 这个包包就稍微有点点长 大概这个位置会刚好 它的大小也是OK的 放一些墨镜什么的完全没问题 就正常的皮子的味道啊 这个包包好看的 好看 最后一个要拆的其实 我看到这个大小我就有点失望了 我当时看没看大小 我选的这个是一个最大号的 是圆防尘袋哦 上面有Michael Cross 嗯 嗯 怎么这么大啊 怎么这么大啊 以它价格来说啊 应该就是一个 就正常size的那种 比较小号的手提包嘛 这个包是个黑色的 是很经典的那款手蓝包 但是太大了对我来说 问一下我妈是不是喜欢好了 嗯 就是这样啦 就是太大了 和我三个头吧 好啦那我以上 就是我今天要开箱的所有的物品 有包包 有手链 有项链 还有墨镜 我觉得都买到了我很喜欢的 然后除了最后一个MK包包 可能size选错了 有点大 那其实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 不是要跟大家种草 某一样包包 或者某一款视频 只是想说就是有这么一个平台 是可以通过比较少的一些价格 然后买到正品的 而且保质保新的一些商品 我们就可以省下很多钱 然后去买一些更好的化妆品啊 这些对不对 那我也希望如果你们在 看了这条视频之后呢 可以去clumb看看 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那同时也有我送出了一个福利 在clumb选好东西 准备下单之前呢 在优惠码这里填TOT许 那像clumb这种平台呢 我其实觉得它用起来还蛮方便的 因为只用在手机的微信的下拉菜单里面 就可以直接进入clumb商城 不需要下载额外的应用程序 挑选和购买以及浏览这方面是还蛮方便的 所以也推荐给大家 好啦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TOT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那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都已经了解过 我之前是有看Viki带一个流星耳坠嘛 然后那个就是APM的 我去搜了大概有1200左右 我觉得好贵 有1200一对耳钉 还好我没有打耳洞 哎呀这个里面好烦死 我用镜框把它 嗯哟 嗯哟